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电影《十面埋伏》 也不知道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 还有多少人记得 在电影的片头有这样一段旁白 唐大中十三年 公元八五九年 唐王朝处在没落之中 因皇帝昏庸朝廷腐败 民间内的乱四季 对于这段旁白 可能有些对晚唐历史略有耳闻的朋友 会产生些许疑惑 大中 这不正是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李臣的年号吗 这些号称是李唐王朝最后一位 忠心圣主的宣宗皇帝 怎么落得个皇帝昏庸朝廷腐败 民间内乱四季的评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位被传说是唐朝小太宗的唐宣宗李臣 作为有点历史知名度的皇帝 当然都得有一段配得上这份知名度的传奇出生了 李臣也不例外 因为晚唐战乱 宣宗朝的食物很多都在战乱中遗失 所以旧唐书里对于李臣亲生母亲的记载非常简单 就两句话 旧是残缺 未见族性所出 入宫绝游 不过在新唐书里 却记载了一段归于李臣母亲的传奇故事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 李臣的母亲姓赵 是润州丹娘人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家 本来是唐宣宗远和年间远之儿宗室出身的 镇海军节度时李奇的一个小老婆 这位李奇有两位轻视流明的小老婆 一位是宣宗的母亲郑氏 另一位是唐代著名的女诗人杜秋娘 也就是写下了 劝君莫惜金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取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的那样 据说李奇之所以会去正式 是因为有项面的人说 正式将来一定会生下天子 后来等到李奇谋反失败 正式就作为叛臣家属被罚莫入宫 成为了唐宪宗的老婆 郭子怡的孙女 怡安皇后郭氏身边的一个公女 后来机缘巧合被唐宪宗宠宪 生下了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 光王李怡 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李晨 当然了这段故事 是不是抄的汉文帝 大家就见言见诀了 据说李晨在当王爷的时候 一直是故作语论 曾经被侄子唐文宗当中席蒙 甚至还有传说 说李晨后来为了避免 被另一个侄子唐武宗迫害 跑到河南西川的香烟寺 出家闭户 后来唐武宗之所以要灭佛 就是为了让李晨没地继续躲 唐武宗会昌六年 公元八四六年 唐武宗因为吃丹药中毒而死 然后朝廷里的宦官们 他们觉得李晨愚钝 应该很好控制 所以就越过了唐武宗的五个儿子 还有他同辈的皇族 直接拥戴武宗的叔叔李晨 继承皇位 改元大宗 这就是唐宣宗 结果没想到唐宣宗原来的愚钝 纯粹全都是装出来 他真的登上皇位以后 立刻历经图治 迅速结束了 搅搅唐朝四十年的李牛党宗 被认为是晚唐少有的秘军 甚至被人们拿来和唐太宗 李智民相提了 说宣宗是唐朝的小太宗 所以说这人呢 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要靠自己奋斗 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李晨在登基之前 绝对不知道 他作为一个光王府的王爷 怎么就把他选择大明宫去了 虽然说神策军的护军中尉 马云之跟他谈了话 大家都决定了 请您来当皇上 但是这段故事吧 总让人觉得 这里们似乎有点问题 因为在这段故事里 一方面强调了唐玄宗天资聪慧 是今天伟帝云门云武的天宗之才 他从小就知道皇宫里人心显恶 所以韬光养晦几十年 靠着装傻成功自保 可是另一方面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 宣宗继位完全是宦官集团 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手包办 整个过程和宣宗本人并没有任何关系 他完全就是撞了太阳 这也就很奇怪了 因为如果唐玄宗真的是像正水里记载了那样 对皇位毫无野心 装傻充乐 完全是为了自保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逍遥王爷 保全信 那么他凭什么刚一继位 就能立刻拔出八朝老臣李德玉 从当朝彩相变为朝右四 就凭大家觉得他是个傻方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唐玄宗早在继位之前 就对皇位有了性 那按照他之前能装傻充愣几十年的这份心机 又怎么会在武宗驾崩的关键时刻毫无动作 继位的理由居然幼稚到可笑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关于唐玄宗 是如何登上大唐皇位的故事 当朝是唐玄宗自己继位以后 亲自撰稿 亲自润色 亲定下来的正确理事记忆 那一切就都说得通 因为这段故事在宣言和宣宗的才干同时 又把他的继位和被人们痛恨的宦官集团 撇清了关系 那我们这个推测有没有道理呢 这就要提到一份牧制名望 唐故镇武齐盛等州监军使孟秀荣牧制 这位孟秀荣何须人念呢 简单来说孟秀荣他是个太监 在唐武宗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左神策军的都叛官 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太监 他是晚唐著名权换求是良的亲信笛系 早在求是良还是凤阳镇监军使的时候 孟秀荣就已经是他身边的一个小盼官了 后来等到求是良拥戴唐武宗继位 全清朝野以后 立刻就把孟秀荣提拔到了湖南道监军使的位置上刷领地 然后很快调回京城 带着左神策军的都叛官呆在自己身边 在孟秀荣的这篇木质名里提到了两个时间点 非常值得晚 一个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九月初期 孟秀荣为王妃连累便在东都宫陵以夺都府 另一个是唐武宗会昌六年四月念期 孟秀荣被奉恩命追辞律 而这时候唐武宗其实已经驾崩一个多月了 所以给孟秀荣下纳恩命了 当然是新皇上唐宣祖 这个奇怪 唐武宗是吃丹中毒突然去世的 而孟秀荣早在八个月以前就被贬出京城长安 去东都洛阳 给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李红守灵修 那他何德何能何功何劳 能让宣宗刚刚继位就立刻下去封上了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孟秀荣早在被贬去洛阳之前 就已经为宣宗立下了大功 但是孟秀荣一个具体半身的叛官 他能给亲王立下什么功劳 恐怕还是在这位亲王和他的老板 飘弃大将军开赴一通三思 楚国宫求是良之间 穿针引线 虎通萧萧 其实早在晚唐流传下来的笔记小说里 就有唐宣宗登基之前遭遇危险 被求姓换官搭救的故事 甚至有的故事里直接点名道姓 说搭救宣宗的太监就是求是良 所以最少在当时 民间就已经有了唐宣宗和求是良集团之间 互相勾结的传门 而且宣宗继位以后 对于已经去世多年的求是良非常礼遇 不仅亲自给和自己并没有君臣名分的求是良 平反昭雪 树杯济宫 而且还打理提拔了求是良的几个养子 包括宣恶宠妃 求采人也有学者考证 他应该也是出身于求是良下去 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说 这唐武宗不是求是良一手推向皇位的吗 没错 唐武宗确实是得益于求是良的云南 才能够战胜曾经被立为太子 而且还得到了宰相支持的侄子 登上大唐货文 但是唐武宗在继位之后 重用晚唐名臣李德玉 而李德玉回朝当上宰相以后 就提出了正规中书的政策 所谓正规中书意思就是说 朝政要归属于以中书省为核心的外朝 要压制以宦官为代表的内庭军 面对李德玉的强势 就连内庭大佬求是良 也不得不在唐武宗会上三年六月 以左卫上将军内侍兼的身份制式 回家用了 那么在天涯一个局面下 求是良和他的宦官集团 自然就非常需要一位新天子 其实不仅仅是宦官集团 同样被李德玉打压的另一支内庭力量 汉林学士 应该同样也是唐玄宗的盟友 虽然他们在宣众继位的这个过程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是武宗朝的五位汉林巡视 在宣宗朝全都飞黄腾达 其中三位甚至先后当上了宰将 所以说相比于正式里记载的 宣宗继位的故事 更加合理的一个推测是 由于李德玉在唐武宗的支持下 大力打压内庭的权势 所以被李德玉针对的宦官集团和汉林群士们 就希望能够有一位和自己亲善的宗室成员 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这样才好在下一朝 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 而一支装下冲浪 其实成属极深的唐玄宗 敏锐的察觉到这里 所以暗中和这些内平势力相互结盟 作为自己夺取皇位的助理 当然聊到这儿 公白会有朋友说 你这都是一家之间的猜测 甭管唐宣宗是怎么继位的 他在大元宫干了13年 至少办了三件事 第一全好敛计 第二个奸臣为法 第三个就是昏似浊气 也就是让太监们直到敬畏皇军 如果说还有什么成就 那就是收复和皇安丁赛北 这个对唐朝的国运有很大的关系 能取得如此成就的皇帝 就算是篡位 那也是明君 唐太宗能当下打腾天子 靠道不也是亲手 射死了他的亲大哥 正牌太子李建成吗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这唐宣宗在位13年 事还真不是这么办 宣宗作为宪宗的儿子 是之前静宗文宗武宗三位陛下的叔叔 所以他继位以后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是武宗的继承 更何况我们刚才分析过 宣宗继位很有可能是和武宗朝受打压的政治实体结构的结构 所以宣宗继位之后就自认自己是开创了元和中兴的父皇唐县宗的继承 所以他登记以后立刻去拜爷太庙 躲着父皇的排位是大哭一场 哭的哪叫一个悲痛女君 要不是我们知道唐宣宗驾崩的时候 宣宗还不到十岁 那还真的以为这父子俩感情有多深 不仅如此 宣宗还对宣宗朝元和旧臣的子孙们打下奉上 比如像是宣宗朝的宰相令狐桃 是宣宗朝立不上书令狐楚的儿子 宣宗朝的金兆尹伟傲 是宣宗朝宰相北冠区的儿子 宣宗朝的公布审王陪审 是宣宗朝御是大夫陪杜的儿子 宣宗朝的简孝礼部上书 也就是代理理部上书都盛 是宣宗朝何忠尹杜皇上的儿子 等等等等 但是问题是虎父权子这种事实在是在历史上并不少进 所以唐宣宗重用的这帮二世祖 除了伟傲真能算之外有才学不畏权贵的能臣 其他那些人都是帮庸庸碌碌之外 所以宣宗在继尾之后 并没能延续武宗朝除弊革新的改良道路 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自家权威和正能性 大肆打压武宗留下来的旧权和旧政 以至于到了误反慧昌俱正的程度 也就是说 凡是武宗提倡的 都是宣宗反对的 武宗灭佛 宣宗就重新支持恢复佛教事实 结果佛教的寺院经济死灰复燃 给朝廷财政重新造成了巨大压力 以至于宣宗一朝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开直紧张 以至于是激进怜悯 最后只能靠着是把天下山泽余颜之力 全部收为国有来劫责而遇 勉强俱成 武宗作用李德玉打压祸空计划 宣宗一上来就把李德玉扁关发配 重新恢复了宦官对于禁军神策军的全面控制 原本武宗朝的公布尚书裴远赏 是一位才敢和勇气都足以压制神策军的能者 他在当金照尹的时候 有一回遇见神策军的一个将领辱骂宰相 宰相自己也都不敢争辩 结果裴远赏叫人抓住那名将领 以对宰相无理的罪名乱归打扶 然后他自己穿上囚服 跑到神策军统帅邱石良的府上去请罪 最后弄得邱石良也没有办法 只好请他喝酒强颜欢笑 就此作罢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能臣 就是因为和李德玉交情不错 所以被唐宣宗认定是李德玉义党 被贬到外地当刺史君 虽然说唐宣宗继位之后 给之前甘露之变中遇害的大臣们平衡 但是与此同时 他也给在甘露之变中屠杀大臣 死后被武宗削绝抄家的宦官邱石良 平衡了 反而宣宗的时候收复和皇 国为收阵 这确实是份功务 但是呢 这份功劳客观的说 主要还是张义朝的规矣军 而且唐宣宗在重夺和西走廊之后 对于和硕诸镇并没有认真进行 事实上仍然继续延续了他三哥唐木中的保守策略 名为控制 实际放弃 也同样是在号称中兴的宣宗上 原本非常稳定的江南各反战 也开始戒二连三的爆发兵力 唐宣宗缘和中兴的薛芬余威 荡然无存 再加上唐宣宗本人性格阴暗猜忌 喜欢玩用拳术 根本就不是一位有能力 地板狂澜的雄略胜 后来唐昭宗的时候 汉林学士裴炎玉编写了一本 寄出前朝旧文的东关奏记 按照这里面的记载 唐宣宗曾经让他的亲信尾套 综合天下各地风土人情 给他编了本小册子 随选写来 每次召见地方官员的时候 就提前翻看 然后假装不轻易的 表现出自己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无所不知 以此来达到让地方官员们 感觉惊为天人的艺术效果 这位陛下对于权谋架数的热衷 由此便是可见一本 所以说这位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 绝对不是什么民主 而是一个心机极深 性格阴暗 喜欢玩弄权术的军王 对于权力和威严的把握 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但是正所谓聪明反派聪明物 唐宣宗想要玩弄大臣 结果反而却为大臣的所拔弄 面对当时官场上的乱局 无力处理 他虽然有复兴之心 结果却只能是遇到事情 才小修小谷 面对晚唐经和日下的局势 无力挽回 如果说让唐宣宗去给唐太宗 这样真正的明军 当个接班人 也许都会成为一位守城之君 但是指望着像他这样的人 来马就一个击中难返 行将就没 眼见就要哗啦啦的倒下去的大帝国 那真的就是圆木求鱼 越秦正越亡国 所以明末大如 王福之才会评价说 唐之王 宣宗亡之 小说在宣宗之正 朗朗呼其言之 皆智相语 自知智者观之 则皆亡国之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